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探讨修改法案 将编刑提高至100编 他也强调 伊斯兰法的编刑跟民事法的编刑是有区别的 伊斯兰法的编刑是不会编到皮开肉裂 而当众编刑不在于伤害受刑者的身体 而是给罪犯一个教训 希望他们不重复犯罪 究竟这个当众编刑的可行性有多高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资深媒体人怎么说 这项计划是有矛盾的 因为根据行政议员的说法是 这项当众编刑可以消除民众的恐惧 但是当众编刑反而会增加民众的恐惧 第二个矛盾是当众编刑是要警惕 目前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既然编刑是轻微的 又如何达到警惕民众的效果呢 接着让梅跟进金正男遇害的最新消息 金正男命案已经进入了第19天 针对金正男的家属是否前来大马办理领事手续 全国总警长卡丽就表示 暂时没有接获任何的消息 但他也补充 如果金正男的家属到最后都没有现身领取尸体 警方最终将会把其遗体交由卫生部处理 另一方面 警方今天也证实 已经向涉嫌金正男案件的朝鲜航空职员 金旭一发出了逮捕令通缉他 至于另外一名的嫌疑人 也就是朝鲜驻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玄光盛 警方也已经透过外交部向朝鲜当局提出申请 要求玄光盛现身筑查此案 但水族总警长阿都沙玛就强调 如果玄光盛拒绝配合警方调查的话 警方将会发出逮捕令击拿他 紧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韩国部署SAD导弹方位系统 导致中韩两国关系紧张 风波越演越烈 不只是民间具有反韩的浪潮 如今的反韩行动更是升级到了国家层级 据了解中国国家旅游局 日前已经下令国内的旅行社 及时禁止组团到韩国旅行 由于中国是韩国最大的游客来源 这个消息震动了韩国股市 导致相关的企业股价大跌 对此韩国代总统黄教安就强调 部署SAD是保卫国家的自卫措施 不针对任何的第三国 他也表示将会加强跟中国的沟通 关注中国反制措施 适时采取必要的对策 接着有体谈消息 去年的里约奥运会摘下银牌的大马跳水女将 潘德里拉以及张震宏 今天在2017年世界跳水系列赛 首战北京站的女子双人十公式跳台 获得了银牌 这也是两人自奥运会后的首秀 大马跳水队的总教练杨祝良 在赛前就有表示他们有望夺得金牌 可惜最终不敌中国新组合昌雅尼以及润县 最终获得了亚军 最后有娱乐消息 最新一集的漫威英雄电影罗根 昨天在大马正式上映 当了17年的金刚狼的好莱坞巨星Hugh Jackman 也终于要向经典英雄角色告别了 即将卸下狼爪的他 日前出席宣传活动时 还特意点名了印度汤告鲁斯的 51岁宝莱坞天王沙鲁汉来接棒 但是他存有私心的说 不希望接棒的人表现得比自己太好 如果只是比他好一点点的话 那没关系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百隔大世纪是由 N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H Nutri-Grain子骨粮 NH Nutri-Grain子骨粮 所在跟政府骨粮 AKB Agn Grain子骨粮